这个男人在路边等了许久,终于从远处晃晃悠悠来了一辆公交车,44路,他连忙蓝车上去,可没过多久他却重新一圈一拐地回到路上,好不容易再次遇见了好心的司机,结果不远处却发生了车祸。 听到发生意外的车是44路之后,男人的脸上出现了一抹奇怪的神色,他想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车祸的原因。 事情还要追溯到几十分钟前,男人百无聊赖地坐在路边,忽然眼前一辆,是公交车来了,车缓缓停在了男人身前,接下了今天最后一位乘客。 男人好不容易打赏公交车,心情着实不错,44路的司机竟是一个漂亮的妹子,这让男人一下打开了画匣子。 看到车上公牌的照片不一样,男人很快就猜到女司机是给人带班的。 车上满载乘客,或坐或椅,带着疲惫或者面无表情的麻木,摇摇晃晃的车厢让人昏昏欲睡。 男人的到来也没有令大家的表情改变分毫。 在女司机的提醒下,男人寻了个地儿坐下休息,女司机也不多话,车飞快地在路上穿梭。 郊外人烟稀爽,没有人更没有车的身影,谁都没有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。 很快,女司机就看到两个男人拦在了路中央,其中一个似乎身体有些不适,捂着肚子勾楼着背。 女司机好心停了车询问,结果这两个男人立刻跑到车上,让所有乘客掏出钱财,他们竟是抢劫的歹徒。 其中一个歹徒从衣服里掏出小刀,乘客们见此都不敢反抗,只能认命地把钱掏了出来。 女司机也害怕,在歹徒的催促下,把车上的钱全部上缴。 有个中间男乘客似乎并不想就此服软,板着脸不愿意给钱。 歹徒的怒气浮上脸庞,女司机赶紧劝男乘客把钱给了,不然恐怕会有更大的麻烦。 果然,歹徒跨步走到男乘客面前,抬手揍了几拳,男乘客的脸上立刻有血色蔓延下来,最后也只能乖乖把钱交出去。 为首的歹徒站在公交车前端,眼神若有若无地看向女司机的脸。 很快,歹徒就把所有乘客的钱都手搅了一遍,其中一个想要离开,另一个却还在盯着漂亮的女司机看个不停。 还不带女司机反应过来,歹徒就把他拉出了车外。 女司机惊恐地挣扎和求饶,他知道自己如果被带走,会有什么后果。 可是男女列样悬殊,而女司机的呼救却也没有让车上的乘客有所行动。 他被打了一掌有些眩晕,失去了反抗的能力,随后就被歹徒拖进了不远处的草丛。 乘客们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脸,唯有刚刚上车的男人有些坐立不安,他试图召唤大家一起去救女司机,可唯一一个响应的男乘客很快就被拉回了座位。 不远处,毫无还手之力的女司机还在尖叫,男人一咬牙站了起来,他要去救女司机。 男人来到草丛中,结果没大伙就被歹徒击倒,一拳又一拳下来,吃痛的男人却还是挣扎着冲向了歹徒。 歹徒气急,手中的刀第一次溅了血,狠狠地滑向了男人的腿,男人这才终于倒地不起,被歹徒一下又一下踢着。 车上的乘客终于有所动作,却不是下车救人,而是趴到车窗边看草丛里的场景。 他们的表情和一开始一样冷漠,甚至不带任何的愧疚和不安。 草丛中,女司机的挣扎渐渐没了声息,而男人也失去了爬起来的力气。 歹徒尽了性,提起裤子跑远了去。 沉默了半晌,女司机自己穿好了衣服。 走回了44路公交车,她路过男人身旁,却没有丝毫停留。 车上的乘客坐回了座位,女司机紧紧地盯着他们,没有一个人和她对视,仿佛刚刚发生的一幕从未出现过。 女司机的心中涌出一股羞辱的愤怒,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,只是眼中浮现出了汹涌的恨意。 她忍了又忍,最终还是趴在座位上哭了起来。 车上放着的一只机械狗依然活跃地咬着她的脑袋,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。 这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不会有情绪起伏。 你没事吧? 医生问候从车外传来,女司机看到了男人担忧的神色。 男人知道自己尽力了,可惜她身丹力薄,而且歹徒还有凶器,男人最后什么都做不到。 也在这时,女司机却让这个唯一想要救她的人下车,态度之决绝,让男人感觉之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止。 女司机关了门,扔出男人的行李后,扬场而去,留下男人懊恼又无奈地坐在原地。 她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做好事,怎么会被这样对待。 后来,男人只能徒步前往目的地,好在路上有车经过,她说清了自己的状况,搭乘别人的顺风车离开。 一辆警车从他们身后经过,似乎前面出了事故,果然没过一会儿,男人便看到了刚刚的警车。 男人一拳一拐地走上前查看,正好听到警察说前面44路公交车出了车祸,车上的所有乘客和司机都当场丧命。 男人猜到了这是女司机的报复,她赶自己下车,其实是为了救她一命吧。 想到这儿,男人的嘴角露出一抹心灵神绘,有嘲讽的像。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,可怕的是,我们也曾热血当头,无所畏惧,却最后成为了只会带着漠然表情的乘客。 其实只要乘客们愿意,那两个歹徒绝不会这么肆无忌惮。 可惜,一个人的勇敢抵不过事不关己的平安,最终只剩下男人嘴边的笑,庆幸自己的无畏,嘲笑他们的胆怯。 好了,今天就讲到这里,我是怪小妹,我们下期再见。